當初想要進來就是因為看到這件事很漂亮 AI 有可能理解人類的喜怒哀樂嗎? 傳說中清華有一個非常美的 AI 實驗室 讓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是縱三館的三樓 今天由我 Big Lab 助理 富裕 來為大家開箱清華最美的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是由電機系的李奇君教授 和通訊所的宏樂文教授共同創建的 兩位老師把這個空間取名叫 SPARK 這裡是我們的沙發區 上面還有我們特製的抱枕 SPARK 研究生們都會很需要互相討論 還有跟老師meeting 所以我們打造了一個舒適的會議空間 這個會議空間有沒有很像一個箱子呢? 不過上面寫著 THINK OUT OF THE BOX 是要鼓勵大家跳脫框架思考 這裡是我們的研究生作為區 它大概可以容納25個人左右 我們降低隔板的設計 它可以讓同學之間更方便討論 感情更好 我想要加入這個實驗室的原因 就是有點膚淺 因為這間實驗室那時候看到就覺得很漂亮 然後很想要來這裡 然後我是因為那個當初大二的時候 有來參加就是標記的工讀生 然後剛好就是有緣 聽到老師介紹實驗室在做什麼 結果後來就有參加就是實驗室的專題生 然後做一做之後就決定就說 這個領域好像跟我想要做的東西蠻像的 所以我就參加這樣 我覺得有點就是我們每個月都會舉辦茶會 然後可以促進大家的感情 還有平常就會有臨時放在這裡 然後會促進我跟小白這裡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教授其實蠻 有認真在待這個實驗室 所以其實不管是在環境 或者是開會之類的方面 都可以感覺到就是有在做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驗室最大的優點這樣 Welcome, my name is Nahid I'm from India in NTH where I'm looking for a professor and his lab to join when going through the profiles of professors where I came to know about me Professor Jeremy who has very great research going on and his research area was very close to my research interest While going through his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the lab page it has a very great environment 和一位很好的研究團隊 所以這也展示了我一個很好的未來 讓我加入了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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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大家好,我是電機系的李綺君 這邊是BigLab,我們是人本訊號運算研究室 我們研究室的一個研究核心 就是以人為本的AI技術 這詞當然有點抽象,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你可以想像在打電話進一個call center 你call center繼續開始跟他聊天 做一些對話,你的語音的資訊就會被記錄下來 透過分析語音的資訊,文字、語調等等 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人的情緒 他是不是生氣,他是不是很沮喪 或是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他打電話進來有什麼樣的意圖 透過分析這些我們可以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讓我們來針對這些語音客服內容 再做更深層的一些技術開發 以及相對應的服務的產出 這樣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概就可以讓大家了解我們實驗室的做中 理解人、了解人、分析人 進而推展相關技術的發展 我們實驗室有很多的產學合作 和跟國際實驗室的合作 那就我主導部分其中有兩個 其中一個是國客會的AI計畫 那主要是想要開發可信賴式的AI模型 那我們其中一個是想要跟美國的MSP實驗室 合作共同開發全球最大的語音情感資料庫 那我們還有一個計畫是跟高通的合作 開發自動壓力檢測的技術 它可以幫助人們可以客觀的評估自己生活的壓力 那這些技術都是可以使用於日常生活的 其實當初打造這個實驗室的理念 其實是標竿國際上MIT的Media Lab 主要就是三個元素 第一個是頂尖的研究設備 第二個是舒適的研究環境 更重要其實是一個容易交流的研究氛圍 希望透過這個空間實體空間的重建 有個沙發區有個會議室 然後有大家工作的場域 能夠透過這個實體的空間產生一些質變 那讓我們整個研究啊 整個東西都能夠更國際化 更被大家給嚮往 也希望有一天 我們也會成為別人 國際上實驗室的標竿實驗室 大家來 歡迎大家來 謝謝